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法官法要不要修正 当然要修正 而且要广泛的修正 我们来看看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 中正大学犯罪研究所最新的调查报告 我国人民对于法官的信任度持续下降 比起上次调查结果还下降了1.2%的百分比 吹长的信任度只有21.9% 也就是只有两成的民众相信法官可以公正的审判 另外依照司法院自己的调查报告 只有32%的民众认为我国的法官可以公正判决 63.1%认为是不公正 所以法官法当然要修正 另外蔡总统在105年11月25号 司改国事会议的时候 还举行司法 不要发生有权判生 无权判死的情况 连里面的总统对司法 都不感有任何的信任度 这一次法官法的修正是司法改革配套法案 修正的重点是强化法官个案评件制度 由院方检方律师学者社会公正人数组成的法官评件委员会 希望开除不好的法官 大方向赞成 但是各位看看 历时是个多月的司改国事会议 虽然已经落幕 但民众对司法信任度 仍未好转 甚至每况愈下 而且政府全力推动的司法改革 民众不满意度高达80.9 再讲一次高达80.9 显见蔡政府的司法改革 完全失败 国民党认为这一次的修正内容 没有提供相关良好的配套措施 国民党拒绝背书 希望能够尽力不愿意 拿出更好的修正版本 所以刚刚柯总召 虽然我们进行两天的协商 基本上大方向赞成 但是你看看他的发言 刚刚发言的情况 你要面子也要理智 还要国民党配合你的投票 国民党拒绝背书 这个法官法的修正 而且对刚刚柯建民的发言 国民党给予最高的选择 这什么执政党 面子也要 你这个要程序还要国民党给你配合 非常可恶 谢谢 登记委员军理发言完毕